喔 金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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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親節 非常快樂 今年的父親節 第一孫彭親愛兒順安坐無罪 董山事前當街垃圾打歪囉 我來感謝觀音佛祖 保佑我兒子順安坐平安 所以今天是我來這邊 還願的目的 孫彭和鼎音的愛兒順安坐 2018年在美國留學因持有手槍被捕 官司歷經4年5個月之前宣告無罪確定 兩人無日開心到台北萬華龍三寺還願 原本要順便召開記者會 卻被警方以沒有申請為憂禁止 只能改到對面廣場受訪 欸 不過絲毫不影響夫妻倆的好心情 現場除了發送頂級蘋果給大家 甚至還 喔 好噁心 喔 金水啊 要有金水 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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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噁心喔 好噁心喔 金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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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走過來了 讓你們久等了 對我們一家人的批判以及指教的人 我也要感恩你們 沒有你們的批判 你今天無法這麼勇敢 做一個勇敢的母親 孫安佐的這個事情 從開始到結束 四年五個月 那這四年五個月呢 我們的家庭 除了精進的面對司法的審理 但是最重要的 我們又面對到了一些 劣質的媒體 劣質的節目 劣質的主持人 劣質的來賓 劣質我兒子 傷害我兒子 你們是要真平實際的去論述一件事情 而不是信口開河 你們要好之為之啊 這個消息其實在法院宣判那天我就知道了 但事實上我一直不願意再去聊這個事情的原因是 過去了就讓它過去了 那我們也學到經驗 那剛好在這個父親節的前夕 我希望我帶著我的太太 也要讓孫安佐知道 維持一個家庭 是每個人都有的責任 不是說小孩子 又沒有責任 父親節非常快樂 今年的父親節 跟良心講 四年五個月 沒有一天睡好過 我也不知道 在這個中間過程怎麼面對各位 因為畢竟 這個官司還沒有定驗之前 我們不便多說什麼 每個人都跌倒過 但是爬起來的時候 要記得痛 要記得是怎麼跌倒的 這個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他怎麼等你的心情會分享一下呢 我相信他有一天他自己會跟你們講 所以迪姐四年多前 就先來這邊徐一下願望是不是 當時的願望是徐什麼 就是我兒一生順遂平安 但是我知道你幫他徐這個願望嗎 不知道 他不知道 先辦這個計程會他可能也不知道 不知道 他什麼都不知道 他本來也就是一個 單純善良 富有正義感的孩子 我們知道的那一天 其實是我這一輩 異常冷靜最快樂的一天 然後他 不過看來講 四年多 不是一個短短的時間 其實 我們家還在恢復中 沒有 我已經恢復了喔 但是他現在 太重 但已經都下下來了 對 然後我希望 這個事情 可以給我安心 一個借鏡 一個教訓 不要走出來 一個 我說未來 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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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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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